全油管最快新闻 前7个月超1700万人次外国人来华 预计拉动消费超1000亿元 今年1至7月 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1725.4万人次 同比增长129.9% 签发口岸签证84.6万证次 同比上升182.9% 这些政策相互配合 协同发力带来的效益是多方位的 最直观的变化 就是外国人来华数量快速增长 今年1至7月 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人1725.4万人次 同比增长129.9% 签发口岸签证84.6万证次 同比上升182.9% 这则新闻显示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 开放政策措施不断优化 以吸引更多外国人来华旅游和投资 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坚定 国际影响力也在日益增强 订阅新闻急速地 最先知晓天下事